我讓你一隻手 永遠不會承認自己的錯誤和失敗 你不只愛抄襲你還愛說謊啊 來到阿華心 拳擊小潘在被我指控抄襲了以後 做了一部影片來回復我 那我們現在一起來看他回復的影片 毀了 被爆料抄襲 嫉妒心大反擊 看到他的縮圖就知道這個人 完全沒有回憶 被我講了縮圖抄襲 新的影片還是繼續抄 你說我實力差 說我弱 說我美種 說我俗辣 你怎麼說我阿欣都不要緊 但你怎麼把我聲音弄成這樣啊 不知道我阿欣最自豪的 就是我充滿雌性又渾厚的嗓音嗎 從這邊就可以知道 拳擊小潘是一個非常沒有肚量的人 他一定是在記仇模仿他 所以才把我聲音弄成這樣 但是各位猜猜怎麼樣 他自己也愛抄襲啊 我們出了一支影片 來分析李玉森還有我的比賽 那最後居然指責我在抄襲 還有以後如果要講我 記得add我一下 不然要是我沒有看到 要怎麼回你 還要我add你 還想從我這邊吸粉是不是啊 踢爆我吸的還不夠嗎 你平常那麼關注我 你會不知道嗎 為什麼我會講他關注我 之前拳擊小潘在IG追蹤我 但是因為踢爆我之後 我就把他IG粉絲移除了 沒想到 他竟然再次追蹤我啊 讓我不禁懷疑 他是不是喜歡我 不然怎麼這樣切而不捨的 一直要看我 一直要追蹤我 但他應該不是gay啦 因為他有老婆 原來他是雙性 後來我知道為什麼他追蹤我 追蹤我也是為了抄我啊 連教學都要抄我 4 counter 頭往前擺 去做一個試探對手的動作 騙對手的距離 把頭往前擺 讓對手以為距離到了 這時候對手距離到想要丟 刺拳的時候 那就會做一個 閃動的動作 右拳跟進去 4 counter 那常常把頭伸出去 引誘對方出刺拳 將身體後移以後 立刻進行反擊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讓對手 誤以為他的刺拳 刺得到你的頭 將頭顧位置 移到有點前偏 類似前腳的位置 然後引誘對手出拳 中之王是一個蠻特別的比賽 規則類似綜合格鬥 可以用拳頭手肘 腿部和膝蓋 都可以用來攻擊 我是用拳擊去打 因為缺乏專項訓練 對腿部的防守意識很低 那被踢到頭以後就直接斷片 其實他已經很有防守意識了 因為他在拳擊的比賽 也是用頭去接對手的拳 欸欸欸 三小時直到我在急診室 都沒有任何的記憶 賽後的訪問也是ㄎㄎㄎㄎㄎ的 我看得出來拳擊小板 是想用這個斷片的說法 來表達說他可能在賽後訪問的時候 已經ㄎㄎ掉了 已經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但是我更相信的是 他斷片的時候 更能表達的是他內心真實的想法 這個就像喝酒一樣嘛 你喝酒喝到醉到不行的時候 也是沒有辦法思考你講的話 一定是心中的話想到什麼就直接講出來 這就叫什麼 酒後吐真言 那全體小判這個我稱之為 斷片吐真言 沒有 我不需要做任何準備 不會為任何賽事做準備 大家不覺得聽他講那句話 講起來特別的真實嗎 居然說我狂妄高傲 我覺得啦 這個是絕對自信的表現 在我生活圈裡的人 幾乎每一個都自信爆棚 龍東之王就只是一個小挫折 只是我現在是公眾人物 會被放大檢視而已 打完這場龍東之王 我又去參加了城市被... 我的天啊 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啊 在我的看法啦 自信和自大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 以龍東之王這件事來做舉例 自信是我相信自己 我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去迎接新的領域新的挑戰 那如果你完全沒做任何準備 沒做功課 跨足其他領域 這個叫不尊重 叫自我膨脹 叫自大 那更不要提在賽後感言 還很大聲地說說 我完全不需要準備任何比賽 像我考試考0分 然後我還很大聲地跟全滿獎 我完全不需要準備任何考試 在講什麼啊 自信和自大最大的差別就是 你沒有做好準備 而且你又錯估了自己的實力 那像我阿欣 就很自信 絕對不會錯估自己的實力 正式約在你插機 龍東之王 我又去參加二層四杯 因為全路會代表隊都規定要參加 雖然我受傷以後 應該要休養三個月再繼續比賽 但是金融業最重視的就是誠信 要說到做到 我覺得我有一點做得很不好 就是比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細節 一個自大的實力又出現了 他絕對不是因為什麼 狗屁金融業最重視誠信 一定是又一次他又錯估自己的實力 他覺得 我一定可以啊 我的頭也沒事啊 我兩邊裂開都能打 所以我被踢成這樣 我應該還是可以繼續打的啦 還好沒什麼感覺 打到兩邊都裂也沒差 重視的就是誠信 要說到做到 我覺得我有一點做得很不好 就是比賽安排的太過密集 他剛剛跳得太快了 根本連看都看不清楚 我來好好的放慢 來看一下 到底是拿幾張比賽 讓你覺得太過密集 好 第一個 這個是比賽嗎 披打哥哥 三個拳擊殺招 付約神秘Email 以為是業配 結果有詐 這個也是比賽嗎 欸 怎麼又跳掉了 太快 我放慢了都還抓不到 抓一次 抓到了 慘招兩名拳擊手圍毆 這看起來也不像在比賽啊 這個像在比賽啦 因為 有觀眾有擂台嘛 就是打兩個菜肌 滑中取從的比賽 這樣算是太過密集 原來隊練也可以當作是比賽的一種 這樣很容易只要有一場受傷 那身體還沒有康復 接著就要打後面的比賽 你就很有可能會造成連敗 大家如果有比賽的計畫 千萬不要這樣安排 我們講了那麼多 我來幫大家翻譯翻譯 簡單來說呢 就是他把自己的連敗 怪罪成他受傷 原來可以這樣用喔 欸我用一次 其實我和李玉生的那場比賽前 我的鼻子 也在對打的時候受傷 那這個 也是我輸給李玉生的原因 要不是我鼻子受傷啊 李玉生早就不要 募勸大家 如果要比賽 千萬不要在比賽前 安排你的對打訓練 在講什麼啊 你輸了就輸了還找藉口 其實自大的人還有一個特徵 就是永遠不會承認自己的錯誤和失敗 永遠都會找理由和藉口 去掩飾那種最根本的問題 但是各位猜猜怎麼樣 他自己也愛抄襲啊 這行字 感謝電機系的同學 把作業借我抄 無聊啊 抄作業我承認 但這個就叫做著名出處 這樣的意思是他承認抄襲了嗎 還是說他這樣的意思是 他只要有著名出處 就不算抄襲 那你這邏輯不是跟chip一樣嗎 早說啊 我把我以前抄襲的影片 都再放上來 再重新著名出處不就好了 而且說到著名出處 你著的名在哪裡 全台灣電機系的同學 你都抄了嗎 這點我同意你啦 同樣是抄 但是你抄得比較高尚 好怎麼那麼驕傲 好棒喔 那所以你還沒有回答我 為什麼你也抄襲 你卻有臉直著我的鼻子罵呢 抄襲我在對打的時候使用的音樂 原來是音樂抄襲 我的天啊 這個背景音樂是Google Music 提供的免費音樂授權 那如果你先用了 是不是所有人都不能用了 這句話怎麼似曾相識啊 你教一二指權 我也教一二指權 是不是有人教了 我就不能再教 好巧喔 Google那麼多免費的音樂 就正巧挑中我在對打用的那首耶 而且又這麼巧 剛好你也用在對打上面耶 有沒有一點創意啊 也好巧喔 跟我做很相似的縮圖 怎麼能有那麼巧 跟我做一樣的系列 又多了一個好巧 跟我一樣的教學 Wall Counter 無痛哀咒法 無痛哀咒法 格鬥實況 我很常跟別人說我做YouTube的原因 就是看了格鬥實況 這個就叫做飲用 我會做YouTube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愛看Tony Jeffries 這個叫飲用 所以我抄襲那時候這樣的說法 給過嗎 那我們來訪問一下全體小盤 第一個問題 當初是什麼契機讓你開始 那我們來訪問一下全體小盤 第一個問題 當初是什麼契機讓你開始有 進行全體小盤YouTube頻道的想法呢 因為我當時看了一個漫畫 叫做格鬥實況 裡面的男主角叫做柳浩斌 他當時身體瘦弱 家裡又窮 所以在學校總是都遭到霸凌 那有一天他看了一個頻道 就是教人如何打架的這個頻道 那這個頻道是由鬥雞所開設 那他看完這個頻道以後 學會了如何打架 就從此逆轉了人生 那我希望我可以擔任鬥雞的這個角色 那幫助大家用拳頭 獲得自己應該有的東西 幫助大家用拳頭 獲得自己應該有的東西 尼克星啊 你要懂得住民出處 自己應該有的東西 幫助大家用拳頭獲得應該有的東西 尼克星啊 你要懂得住民出處 好啦 如果這個著民出處的說法 給他過的話啦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到 這個著民出處 也不是在當初無痛 iZO法的那部影片著名的啊 哦 所以 隔個兩年在住民出處 還是來得及的 那我現在宣布 我要把我之前的影片 全部重新上架 告訴大家 我是愛看 Tony Jeffries 並且 再做一部影片 住民出處 我不知道你從小到大 接受的是什麼樣的教育 做事不要偷偷摸摸 懂嗎 接著 我懂了 謝謝 小潘潘老師 我學到了 抄襲不要偷偷摸摸的抄 抄襲要光明真大 要理直氣壯的抄 去詢問一下拳擊業界 舉足輕重的人物 以他的實力 不怎麼樣 並沒有大家想的那麼省 我靠 你拳擊界的朋友是誰啊 是大學拳擊社的社員嗎 還是拳擊社的教練李勝達 而且我什麼時候說過我很神呢 我差不多就體專生的水準 如果 大家不覺得他講話 就是充滿一種尬感嗎 像大家知道我拳上的時候幫孫生訓練嘛 那時候就接觸了很多拳擊的業內人士 還有那時候我備賽李玉勝的時候 我去體院訓練啦 有接觸到比他專業太多的業界人士 我都有趁這個機會去詢問他們 對於小潘的評價 那他們給他的評價 沒有一個例外喔 一律都是 抗打不錯 但是沒有技術 打法都是用頭去接人家的拳頭 我對天發誓 我絕對沒有說謊 我說謊的話 爛掉 我差不多就體專生的水準 如果 大家不覺得他講這句話有點心虛嗎 我什麼時候說過我很神啊 我差不多就體專生的水準 你沒有說過你很神 但是你把你自己包裝的很神啊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小段 他跟體專生的比賽好了 就連接拳了 連接拳 無痛哀咒法 哎呀 接得漂亮 失格啦 我跟大家講這什麼意思啊 這位藍方角落 直接犯規離場 為什麼犯規離場呢 那因為在整場比賽 他一直用無痛哀咒法 一直用頭往前頂 犯規太多次 所以裁判就介入比賽 直接判失格 連拳擊規則不能用頭頂都不知道 他的課程 能專業到哪裡去嗎 如果你真的覺得我不怎麼樣 那為什麼當時我要讓一隻手和你打 你還死都不敢和我打 只敢挑不是練拳擊 體重比你輕10公斤的李玉森來打 我真心的建議你 不要處處只想占人家的便宜 會顯然你很廉價 給大家看一個東西啊 這個呢 是當時拳擊小潘那邊 開出來要打的條件 過棒的數字 來看他挑戰的條件 小潘目前為72 未達65公斤 小潘使用單手 我就覺得奇怪了 這麼神勇 一隻手是你可以打的 開給我的條件 卻是要我在65公斤以下 那麼你在影片裡面 看起來那麼神勇 那麼挑釁 那卻又要限制我的體重了呢 那還說自己是72公斤 我們現在調出VCR 看他那時候幾公斤 請上VCR 這個只是良好看的 良好玩的 81.6 金融業最重視的就是誠信 你不只愛抄襲 你還愛說謊啊 整天仗著自己體重有優勢 人很有優越感 你在那邊嗆人說 你一隻手 你不夠我一隻手的啦 尼克欣不夠我一隻手的啦 他不夠我一隻左手啊 好啦 那這樣好了 你減到60公斤 我讓你一隻手 那其實我在上一部影片 有看到一個留言 我覺得講得很好 我就可以分享給大家 那名網友是在分析小潘 很喜歡塑造自己是硬漢的形象 他那個分析就給看出來他處處是刑機啊 像是他之前不是有拍一部影片 只用左勾拳把對手擊倒嗎 他也沒有在影片告知觀眾 他那時候比賽那位對手 是在不知情他只用左手的情況下 跟他比賽的 那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啦 那我把那位網友的留言 放在自己的留言處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 分析的蠻精癖的 問一下他說我賣線上課程的行為 是在割韭菜 原來你以前開線上課程的心態 是要割韭菜 對我來說如果要賺錢有太多的方法 所以我在這邊要跟大家道歉 現在阿鑫悔改了 長大了 所以把以前那些要賣錢的課程 都做成免費的 那大家如果想要感受阿鑫的誠意 可以去看一下那部影片 那部影片 會從零的開始教你拳擊 原價也是三千多塊 但是我無私的放在YouTube 一共大家分享 就是為了過去的割韭菜心態贖罪 小潘阿我們都姓潘 從為姓潘了 我真的不想看到你走歪 前輩在這邊給你一聲勸 要老是想著哥阿 那如果你不在乎錢的話 把那些課程免費的放送給大家學習吧 這樣做一定可以幫助到更多那些 因為預算沒有辦法實際去購買學習的人 買線上課程的好處就是知識經過統整 可以幫你省下很多時間 錢很難買得到時間 但是如果花錢可以節省自己的時間 我很願意 我很願意 很常聘請比自己還要強的人來教我 據我所知你是在啃醬的拳館做訓練 你聘請人訓練是在線上教你的嗎 還是你在線上進行的對打訓練 我只能說這個完全不同的例子 你也可以拿在一起比 看來你的腦傷確實影響你的邏輯 花個三千多塊 有了正確的觀念 就可以少做很多無效訓練 如果我才剛練拳 我會買 不用花錢看我做的從無到有 從已經開始教你的拳擊基礎教程 有了正確的觀念 不僅可以少做很多無效的訓練 那重點是你還可以省下三千塊 三千塊的價值等於一副全新的拳套 又或者是呢 你可以買到十堂的拳擊團體課 又或者是三堂的私人課 如果我才剛練拳 我會看免費不割韭菜的拳擊教程 再把這三千塊去拳館受正規的訓練 而不是花三千塊當冤大頭 看有一個人教你無痛哀咒法 教你線上怎麼進行實戰 那看了他的影片 全篇都在反駁別人的評論 如果一個人沒有辦法去接受別人的評論 察覺到自己的缺點 其實就很明顯的體現了自大這件事情 如果這件事情是只有我自己這樣認為 那你可以說是私人恩怨 但是如果是很多人都這樣認為 你還覺得自己這樣是自信的展現 那我真的說 這不是自大 什麼是自大 見閒私奇 見不閒而內自行 我們沒辦法改變別人 只能時刻的提醒自己 千萬不要成為這樣子的人 這是我希望大家謹記在心的 要不然下一個 前幾小潘 就是你 小潘是自信還是狂妄 體重欺人 真強大 被踢在胸 用臉堂 著名出處的抄襲 有夠強 阿心實錘 有腦傷 免費的課程不看 幫韭菜增堂 還好的觀眾都很聰明 那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各位觀眾 千萬不要成為 這樣子自大的人 好啦 掰掰 下集 下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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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中